大家好 这是最后一节课了 那么最后一节课呢 我们对这个小麦听说这个项目做一下总结 然后呢对他其他的这个可以实现的这个功能呢 扩展的功能 做一下展望 然后一起跟大家讨论一下 我们在这个项目上还可以做其他一些什么事情 好 因为我们之前对他进行了很多优化 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优化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优化是永无止境的啊 所以我们这一刻呢最后来讨论一下 这个对这个项目的后续处理 好 好 我们今天主要讲过这个打包发布 以及其他功能的这个讨论 那么我们这个打包发布程序呢 在我上一套课程中做过介绍 这里呢简单再跟大家提一句 打包发布程序需要安装这个pyinstaller 建议大家不要用这个pytoexe 那个打包之后呢 不是很好用 文件太零散 然后这个打包程序呢 要注意超过500字限制的 仍然需要额外安装这个ffmpeg 并且调整环境变量 就是说你把这个我们这个程序打包之后 还要需要用户额外安装这个ffmpeg 就是下载下来把这个环境变量导出来 实际上安装过程也不是很复杂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进行一下这个功能的讨论 功能讨论呢我们说这个菜单栏里面实际上我们只实现了这个文件的打开 那么实际上文件打开之后呢 我们就已经摸着了 自动是关闭的 所以这个关闭功能呢 不用去实现 但是我们里面有这个音频的这个播放啊 菜单栏里面有这个直接播放的这个功能 实际上呢 也就是我们这个播放mp3这个功能 那么我们这个功能呢就需要大家自己去完成了 这个代码呢大部分我都已经给出了 就需要把这个存在数实践并且指定一个文件名进行相应的播放就可以 那么这边呢可能还需要一个qtopenfile这个文件框 对话框 那么这个呢打开文件的这个栏基本上说完了 然后那个退出实际上就是system.exit嘛 还有这个呃 直接带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不然的话不是很直观 好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打开我们已经实现了 那么保存呢 实际上跟这个另存为是一个功能 我们把这个草案数相应的对应实现就可以 关闭呢实际上不必做太多的操作 然后这个视听实际上就是我们PPT里面讲的这个 呃 菜单栏里面这个视听 视听的话呢 需要大家跟这个视听呃 操作不是一样这个视听是把文本直接转换过来了 那么这边这个视听呢就跟播放差不多 然后退出呢就是system.exit 在我们这个帮助当中 关于我们和关于软件这些槽呢也没有实现 这实现了一个注册 然后使用收容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根据我上一套课程 就是pareqt设计gy的那个课程去相应的实现 这些呢在上一套回程中有过介绍 所以这一套课程呢就没有做重复 因为重复了也没有太多意义 这可以留给大家自己去实现 还有这个菜单栏实际上呢 我们只有这个文件和帮助这两个菜单实际上是比较少的 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编辑的这个菜单栏 像这种都有开始 然后文件的相应一些包括这个编辑等等 那我们可以加一个这个编辑 编辑主要是针对这个音频编辑操作 比如说从这个视频里边抽取啊 剪切音频啊合成音频导出音频等等 这完全可以用我们现在已有这个程序实现 在这里面加一个编辑菜单 然后里面是这个对音频的这个编辑操作 这个可能对于一些用户想自己制作手机铃声的话 是非常方便的啊 从这个一整串这个歌曲当中抽取 那么一部分作为这个手机铃声啊 很方便这个功能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加500字的话 最好能自动下载安装 FFMPG修改系统这个环境变量 那这个对于python来说呢 应该问题也不大 自动下载就拿爬升爬一下 然后下载完之后存放在哪 把这个路径导入到这个环境变量当中 然后直接就可以 用户直接拿着程序打开就可以使用了 那么这是第二个功能 那么还有这个 第三个功能呢 就是我们之前把我们学的东西融会贯通 融合在一起 加入这个语音识别的功能啊 给他添加一些语音的命令 相当于是这个功能呢 主要是方便那些 可能设立障碍的人士比较实用 就是直接用语音对他进行控制 那么因为设立障碍人士 他看着这些界面不方便嘛 他点击什么的可能也不是那么准确 所以就加入这个功能 他又能听又能说 那么这样就会方便跟这个软件进行交互 那么基于这个功能呢 比如说加入语音识别之后呢 对于这个视力障碍的人士 或者是 特别特别懒的这个正常人士 都可以使用这个 加入一个爬虫的这个功能 语音识别跟爬虫相结合 比如说帮我搜一下这个狼牙榜 然后转换成语音 这么一条命令 那么爬虫自己去在网上搜 搜完之后把这个小说下下来 下完之后用这个程序去转换 在线搜的小说转换成语音之后 然后直接自动播放 那么这个功能呢 相对来说 比我们这个小卖听说又更进了一步 并且特别酷 也特别有用 所以这个功能呢 是比较值得大家去划时间实现的 别看这么简单几句话 把这个功能描述完了 实际上你做的时候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不要着急 也不要气馁 慢慢的去做 那么这个功能讨论呢 实际上就跟大家进行到这么多 这是我能想到的 那么也欢迎大家在这个 课程的这个评论里面 或者我的这个个人的这个麦子圈里面 进行讨论沟通发帖都可以 我们希望 这是相当于一个小的开源项目 我们希望把它做的越来越好 也希望大家都为这个小麦听书这个项目 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我们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那么 就是把这个项目开完之后 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把这个小麦语音改善的越来越好 我这里说的是小麦语音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那个 麦语音识别 这次课程讲的是这个语音合成 加起来叫语音 叫云语音 那么就取名叫小麦语音好了 所以呢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把这个改的越来越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最终得到的是 这个程序 好 然后呢 我们要对它进行这个打包操作 如果进行打包操作 首先要安装这个 呃 pyinstaller 那么这个不是以这个呃 whl文件提供的 它是 它是一个这个python2 exe文件夹 在这 它是这个圆码 然后我们进来之后呢 就像安装其他程序 按照shift的右键 打开命令窗口 然后呢 再它为install 这就可以把这个程序安装完 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想要把这个 比如说我就要把我们这个程序 打包一下 那么很简单 我们就还是在此时候打开命令 然后 pyinstaller -f -w 这是 -f是说 呃 合成 打包成一个文件 -w是说我们这个程序是有GUI窗口了 我们这两个参数输入完之后 打包出来的就是一个 单个文件 并且是有GUI的 也不会有小黑框 这个这个黑色的框不会再弹出了 就是控制台不会再弹出了 那么我们这个程序叫小麦 然后去合成一下 我这个机器是64位 那么合成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些小问题 但是呢 在32位的机器上呢 就不会有太多问题 32位的机器上合成的是 打包程序很完美的 64位它有一些 图件可能支持的不是特别好 那么 不过打包出来也正常能用 在我看的人 就是有偶尔有些小异常 但是我在 拿到我的32位机上去打包的时候 这些就没有了 那么32位机打包出来的程序 在64位和32位上都可以用 64位打包的程序 只能在64位机上用 这个限制就是这样 所以呢 大家打包的时候要注意一些 还有这个区分就是这个 64位打包的时候 这个地方 控制台会出出很多警告文件 Warning Warning 然后那个32位的机器打包的话 这个地方警告几乎就是没有 如果你文件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话 这个地方几乎就是没有异常 这个就是因为它64位机器报的这个警告 也都是这个什么各种同文件找不到了 或者这个文件找不到 那个文件找不到 因为这个未尝变了 所以它有些文件名字也变了 这个打包过程呢就是这样比较自动化 我们输入命论之后 自己直接就完成了 好 那么希望大家重复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或者对它改进的时候 把这个GUI界面稍微改好看一点 我觉得黑色背景呢 耽误了不少事 所以大家不要像我一样去遮盖这个黑色的背景 这个背景用灰色的其实就挺好 或者是改成大家喜欢的颜色 最好别跟这个字体的默认着黑色冲突 你像这个如果不改成灰色的话 这个地方的状态栏根本看不到 输出的是什么字 所以这个问题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做UI的时候呢 做之前要最好测试一下这个显示效果 不然像我这样就糗大了 是吧 好在我们后来想办法把这个背景解决掉了 不然的话上面搜的字都看不见 这简直就是很无语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么这个打包也是比较慢 我们也就顺便扯一扯别的事情等一等它 OK 这边终于是打完了 打完了之后呢 多了两个文件夹 build和dist 我们到这个dist里面找 build是打包过程中 build的打包过程中的一些这个过程文件 不拉不拉一堆 这些我们也不用管 也不用看 然后真正在这个dist里面 这个是程序在这 然后我们打开之后 你看这个技术思维有时候会有这个错误 就这个文件已经存在了 然后呢但是不应该存在 就是说我老是遇到这个错误 又是思维的机器 有一个通文件叫pyconfig.h 所以无所谓你点确定 这个是我们的启动界面 还是挺好看的 麦词院 然后这个程序就启动开了 启动完了之后呢 那我们点击一下视听 然后让它自己去运行 那么应该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残充 OK 这个还出了小bug 这个不要紧 这个打包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我们先选择生成这个带控制台的这个方便 给我们调试 好 我们稍微等一下 OK 合成完成了 那么打开这个程序会有个黑框 好 这个不用担心 然后我们加个个号 开始转化了 等待第一个语音 OK 第一段转化完了 那么第二段呢 这边你看是有问题了 Tax2 MP3 第二段是有问题了 出击这一段的获取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有可能是临时的网络问题 那么我们把这个删了吧 然后关掉重新来一点 你好百度语音 来自麦子学院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合成之后的这个程序的这个效果 如果大家不喜欢这个控制台的话 可以不加这个 可以加这个-i -window 就是-w这个参数 把这个控制台取消掉 好 那么这边呢 我们就 因为我们这边流入台调试的话 是很方便的 所以我们就放在这 不管它了 好 那个 不含这个黑框的这个版本 大家自己去实现就好了 好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到此就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